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虫虫 又来到了我们美洲市场回顾与展望时间 今天是9月17号2016年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这个市场回顾与展望 在开始之前呢 首先要感谢大家 这个我们上礼拜的这个view呢 首度单周 就是就是就是单周突破1000个view 那当然过去几周也都是有不错的成长 那我们在这个这个视频 基本上工作已经近 大概有从去年年底开始 那中间大概就只有暂停过 大概两次左右 那这个我们这视频会继续下去 然后呢有了大家支持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如果喜欢的话 对你有帮助在这边点个赞 然后呢你也是可以subscribe 那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是managementview 那你可以再就是subscribe 然后这样的话你每个礼拜 都可以收到这个推送的通知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 就是市场情况 上周五的时候呢 就在前一个礼拜五呢 那市场有一个很大幅的下跌 单天的下跌 那就是相当的恐慌 不过之前我在上周有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2100跟2120这地方会有个支撑 那果然我们看一下小视图好了 小视图在 就是这个是周五收盘的地方 在周一开盘开在2119 2120所以在这个支撑上沿的地方产生了反弹 那这个当天的这个涨幅也相当惊人 一个很大的反弹 那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趋势嘛 趋势基本上 在向上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比较大的回撤 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都会有产生反弹 那反弹之后才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为反弹之后 何去何从才是这个趋势是否延续的一个一个要点 所以呢 在美股里面其实在一个上升市场 应该这样讲 做空其实是相当的就是不容易的 因为就是在我常常讲 在群里面在这个视频也讲到说 美股就是特别是美股市场 它的上升趋势来讲的话 因为它每个 每两周或是每一周都有 大家工作薪水都会放在41K 41K这个退休提存里面 那这个退休提存里面 基金里面 它基本上会有就是每个 就一直都有流进这个钱 那存进去这钱之后呢 那这个基金经理人 或者是所谓的换成股票的一个形态 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不会sealing cash 都会把它放入市场里面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河水一直流进去 这个大江河里面的话 基本上它都表示它生生不息 所以生生不息不代表它就不会跌 而是说至少有一个支撑 资金的支撑力道在里面 所以除非大家把钱全部都转回现金 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有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呢美股大盘基本上上涨的时间 我这样大概一个简单的统计的概念 是差不多是那个60%的时间 50到60%的时间是上涨的 OK 横盘的时间呢差不多是20% 然后呢下跌的时间可能大概就是15到20% 好那那所以 依照这样讲的话去做空虽然下去的快 但是你要掌握的时机非常非常的就是高升 这不容易掌握 所以就是说 看大家的操作形式 越入门越在一个基础阶段的话 应该是要去做多 拉回来做多 那越高手才是去做空的 那你说 我喜欢做空因为我喜欢当高手 但是说这个是需要很多的就是经验跟怎么样去判断 所以我们其实做交易不用做到那么stressful 我们不一定要期许自己成为高手 我们可以期许我们常常去赚钱 但是不需要期许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高手 能够掌握每一个的就是上涨的变化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支撑我们仍然跟上周一样没有改变 这个支撑线如果没有跌破 基本上大盘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MACD再慢慢下滑 这是隐忧大趋势的隐忧 那另外这个主要支撑在这地方也是没有改变 那如果不清楚可以refer上周的视频 那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同样的这个地方区间是一个重要支撑 那会看过去几周我们都看军 就是说过去这几个月都有看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这个均线在下跌当中都会有一些测试 那我们现在是通过第一个测试 在这均线有支撑 然后所以反弹 反弹那反弹的这个阻力呢大概就在2150到这个2160左右 那也不可否认他会会去回撤这个地方 然后再再做一些一些震荡 那同样的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支撑在这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MACD也都还是在向下 那MACD比较滞后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依据 但是我们要看价格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现在只能说上周的这个价格 我们已经有暂时站稳这个地方 但是会不会在下周 特别是周三有这个联储的利率决定 那通常是通常是就是应该预期的不会加息 那不管news如与否 我是个人认为说下周应该还有一次 有这样的机会去上下测试 然后呢甚至可能还会有突破的可能性存在 我们看一下小仕途 小仕途呢支撑在这地方阻力在这地方 那上再上去的阻力在这里 最重要的EMA55这红色线还在向下 所以我们要看说下周一 下周一二如果能够在这个附近在做盘整 而且不迫破2131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子 就是如果说不跌破2130左右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上涨 然后扭期之后往上会一个反弹 那反弹的话呢 就是说主力大概就是2150到2160这个地方 那特别关注这个位置 那当然他有可能再继续往下走 因为我之前在上周有讲过说 一个很大下跌当中下跌之后 一般会形成一个就是宽幅的震荡 宽幅的震荡 然后呢等于成为一个雄旗之后下跌 雄旗之后再下去才是真正的底部 好那不管这个区间怎么震荡 但是我当然有很小的possibility是说 修正已经结束 那可能这是一个很小的回调 会继续往上 那我们一切都关注在说 当他站上这个EMA50之后 他的反应 那如果他回撤不大 那就可以就是买进 那或许回调已经结束 那如果说没办法站上 那就不用说了 这个折腾以后还会再掉下去的 那基本上总结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到恐慌指数VX上周 大幅反弹之后 那通常这讲过说 每一个就是spike 基本上都还会再回来 做个底部以后 才会真正的一个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爆发 那这个基本上上周恐慌指数 回来一点 那这是有这样一个倾向 那同样的我们还是要看大盘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还会稍微再盘整之后 才会再恐慌指数 才会再往上继续走 如果有继续的上行的情况的话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 恐慌指数在超买的时候 然后就是表示恐慌已经有可能结束了 通常其实真正的spike 很大的spike其实也都不多 这个所以刚刚印证刚刚我讲了说 基本上股市上行的时间 其实大于下行的时间 那当然现在这个趋势 如何我们还没有到一个conclusion 一个结论的时候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把握机会 找好的股票 然后呢还是要就是拉回的时候做买进的工作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在这个区间盘整很久了 那我上周也讲过说 这样一个倾向基本上有可能是已经在94块站稳 那会继续往上走 那首先这个阻力还是在97块半的地方 那特别注意一下再来的动向 如果RG往上走的话会对这个commodity大宗物资会有一些具体会有一些一定的影响力出来 那我们先看原油 原油的话 这个原油最近几周走的比较就是说不是很很很很很干净利落 那那基本上在区间横盘区间的话就大概在43块之上 然后48块左右 这样一个一个很很窄的区间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上来之后基本上他就又又又又又等于说做一些回撤 那那基本上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三角形态 OK那上涨做一个三角形态 三角形态就是有可能会往下跌破或是往上走 那期间之间可以操作 但是呢大方向必须要看往哪边突破 那这边有一个小的三角 这边有一个大三角 那我们特别关注一下 这个支撑大概是43块 半43块之间的支撑 好那是否会跌破 那如果跌破的话 这边可能是就必须要看 大概41块到43块之间的支撑 下一个好 那当然啦 如果说他跌破了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支撑40块左右的地方 那原油如果看小时图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可能会有反弹 所以我才多画这个三角形在这地方 因为而不是直接就掉落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OK那之后再把这个三角形做完之后 再决定是向下还是向上 好这是我近期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金 黄金 黄金的话 这个最近几天跌跌不休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 就是说我上周有提到说 我的梦想的买进点呢 是在三十四周均线的地方 三十四周均线呢 现在在哪里 一一一一二七八 好那这个 金矿股的看牛的指数也在正在降低当中 那这也是好事 MSD还往下 所以应该还没有到真正就是说的绝望的时候 绝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黄金大波段的一个进场点 那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 离这个1278 1280还一点点距离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稍微搭场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 在黄金牛市当中 如果这是一个牛市的初期的话 那他的回撤 最好买点是在 这个EMA 就是周线的三十四周均线的地方 好 稳稳站稳 那会是一个波浪的起头 那所以黄金呢 我们其实中长线的一个好买点 应该是要关注这个下一个支撑 就是在1278左右 那他会往上走 所以或许如果他这边排很久的话 就如同这个地方 他就会反正就是测来测去 然后呢 在这个线上 然后之后往上走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 还不明确这个形态会做什么样子 但是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 在要这个这个 拖摸到三四 这个周均线的时候 我们再来 做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呢 不过呢 能不能到这里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GDX的小石图 小石图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 他形成一个 就是一个下降三角的形态 这个是比较牛的形态 就是说他如果突破这个支撑 这个阻力的话 他会反弹 而且会有比较强的反弹 好那 虽然他的趋势已经开始不太好 那怎么说呢 在这个是黄金的现货 黄金现货的这个 这个ETF 黄金现货的一个图 那 继于上周 在这个1350 没办法站稳之后又下来 那等于说 再重新再去测这个均线 那均线已经开始在慢慢走叉 MACD也在走叉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短期之间 黄金即使有反弹 应该是有限 除非他像我刚刚讲 如果说能够往上突破 站上1350 另外一波开始 否则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 去回撤这个地方支撑 这个地方虽然是34周均线 但是也是刚好在这个 这个价位 在这里的一个支撑附近 所以这地方特别关注 在这地方我们就不太多折磨了 那这是中长期的看法 短线呢 就刚刚我讲的短线的话 就注意这地方的反弹 这一段的机会 OK我们操作有分长线中线短线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不要被套到了 才把它当长线套房住着 短线然后呢变成长线 那如果趋势不对的话 那就很痛苦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GDX的本身 GDX它的这个MSD也走不好了 然后呢这个 这个均线也走不好了 那所以能够站上2830 是它首要之急 2830 好是首要之急 2830 好是首要之急 如果没站上去 那趋势会越来越糟糕 那就有可能 随着黄金去测1280 那它的金矿股有可能会去 踩2420之间 这是有它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没有站稳 25块没站稳的话 好我们看一下农产品 农产品的话 这个咖啡豆 基本上还在均线之上 然后呢这个 这两周做了两个小星星 就稍微有做一些回撤 那我个人还是认为在20块之上 基本上都是20块附近 都是一个好的Loading区 然后我们Loading完以后观察 这个地方阻力是否能突破 这里有相当的多的阻力 但是好处是说 如果能够站上的话 那这个波段就不得了 那就会非常好的波段 现在都是在建仓跟 酝酿的时期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那操作上 就是说拉回买进 然后呢做好止损 止损我大概设3%左右 然后呢 如果下面买的 现在都赚钱嘛 但是呢 你的这个止损线 或者说你的止盈线 是在20块左右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JJG是黄小玉 小麦 不是芋头 那个玉米 好那 那个他 上周有一个很好的反弹 这周收一个十字 那 就是说 之前我讲的在这个 过程当中 除非有价格很强力的站上 不然的话 他会需要一点时间盘整 所以我们继续 观察这个价位的一个变化 好我现在在这方面没有仓位 那就是还在观察 因为他毕竟还没有开始 再成为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还不急着去建仓 只是我们特别密切 继续观察 MSED好转当中 但是还没有太大的一个说服力 他可以马上上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 教大家几个 就是说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像 怎么判断一个 一个趋势 可不可以买的趋势 那我们打个比方好了 我们用INTEL INTEL 那我这个均线是用8周 12周 33周的均线 看一下是不是 对821.55 OK 821.55呢 你们就可以注意到说 他这个 你只要在均线之上 趋势向上 你就 就说 拉回就买进 拉回就买进 如果跌破均线 你就暂时 就是观察 然后呢 等到他有一个倾向 再往上的时候 你就买进 所以 就是说像这种 像这种 就是说 这个 按照周的趋势来做的话 基本上你不会 亏到哪里去 你越拿 越赚钱 除非他趋势改变 打比方 GoPro GoPro的话 它现在 你看它均线稍微好一点 所以 在这地方就开始关注 但是呢 你说在 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你关注没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看它 你一买它会下跌 买一乃又下跌 买一乃下跌 然后呢 等到你这边割揉 它进来已经稳住了 所以 我们 就是说 常常会 如果在这个图看不清楚 或者说 不知道趋势的话 常常会碰到这种 一样的情况 一直被赏脸 我们到恐慌的时候 我们卖出 到了这个 大家贪然的时候 我们买进 那常常就是与市场 做错方向 我们看一下 CXRX 这是在讨论区 所以在这个我们 微信讨论群里面 有人提到这个股票 我是说 连看都不用看 因为现在 基本上都还没有一个 一个 一个 信号 说是可以做多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慢慢上来 过程当中 它回撤 你就在回撤的时候买 你看它这一波就上去了 从三二 三个几块到八个几块 短短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下降趋势的时候 那就很可怕 一直减半减半减半 从八十几块到 现在五六块 六块五块左右 那这个还没有底 虽然说 可能应该已经 有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因为它的趋势问题 但是呢 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它反弹 可是没反弹 又砸了一根下去 所以这种底是接不完 所以这种股票呢 就说你半年后再回来看 或者说半年呢 你看GoPro GPro GPRO GoPro 这个 你看它在下跌功能当中 到真正走上来 你看 这个至少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你看它 它有 它有足底的样子 然后呢 才有机会上去 这足底多久 也是有八个月的时间 所以 所以呢 你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 你连看都不要看 好 像这种 连看都不用看 不用浪费时间 这 现在这种情况不值得你 一天花五分钟的时间 或者说怎么样去想啊什么的 根本不需要看 OK 它这个还有很多时间需要做的 好 我们 像滴滴滴也是 滴滴滴3D印表机 之前在 13年14年非常火爆的 13年非常火爆的公司 14年走入熊市之后 你看也是两年了 两年越买越低越买越低 你看价位在均线之下都不要去买 都不要去买 因为没什么意思 那 你看从 三十几块开始接的 接到六块钱 你会不会接到手软呢 所以 所以就不要去碰那种向上趋势的 你知道出水遥遥无奇 除非 像有这种情况 最近一年就做的比较好 那这种的话 你至少就有操作空间 那也都是一样趋势慢慢在好转当中 所以这个 现在才可以去看 这段时间呢 不要去看 你股票 如果有任何一个形态是这样子的 连看都不要看 直接删除 直接删除 有这样子的话 开始关注 OK 有这样子的话呢 你买了就 就hold住 这没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地方 那我们做几个小小的广告 我们 简介一下 我们冲浪 这个每周市场也回顾展望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这样一个服务 那目的是要大家能够就是 就是说这样用这样一个知识一个一个一个例子呢 然后呢在市场上面能够生存下来 那我个人认为说基本的股票知识是需要推广的 那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对美股市场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回顾跟总结 然后分析并预判下周可能走势 那大家认真看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有一个预测前瞻性 那虽然并不是说我去很自豪说什么预测的问题 但因为这东西都是一个价位走势的一个判断 那那基本上看久了 基本上就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当然了就像刚刚有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用周均线来判断你的股票是不是健康 那所以我在这边会不时提供可用的股市求生概念给大家去学习 那我们最近在筹划一个股市的求生班 那主要是给一个入门的朋友们 那特别是进入股海的最基本知识 包括开户如何去买 如何填表还有简单的这个买进卖出的操作 这个都会有一些解释 那也会给大家就是新手的一些就是概要 那我们就是说把这些需要的观念都统合起来 然后呢也会来判断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投资人 你是投资人还是投机的一个交易者 那都不一样的 那这个没有办法帮你做什么 选择是要看你的个性 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 来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的介绍 然后呢让大家去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做一个适当的投资 那也告诉大家很多一些方法 能够让大家能够不走冤枉路 那也会在课程当中教大家简单的一个看图的技巧 那我们这个授课 这个课程还在筹划当中 所以下周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那为了增强这个教学效果 我们都一方面有视频 一方面也有这个微信群 这个这个教学群 能够学以自用 能够让这个同学们能够 就是有机会发问 或者是有些实际的例子 这个在视频之外 能够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说例子的参考 能够学以自用 那现在正 现在都已经正在进行的 有这个系统培训班 那对于常用 而且是有用的 这些看盘的指标方法 有一些深入浅出的介绍 跟教你如何正确的使用 那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 我看书就可以了 我这个自己学就可以了 自己学非常好 我觉得不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愿意能够 有一些就是说 经验上面的传授 这是无价的 那这个 这个 还有就是怎么看 怎么判读 还有一些基本概念的东西 那这个我在课当中 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 一个一个 就是演练 演练跟演示出来给大家 那在课程之外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微信的QA群 那主要就是实时不断的用实际的例子 来印证所需的东西 是目的是给大家钓竿 不是给大家鱼 像很多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那个操盘群啊 或者是什么石盘群啊 跟跟跟跟单大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他很厉害 可是呢 跟了却跟不出什么所以然 甚至还会有亏的情况 因为高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进出 他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出 大家讲的时候并不他的错 他讲的时候可能你慢慢拍 那情况发生的时候 哎他已经做止损跑了 可是你不知道做止损 然后就哇被套到 然后呢还要再去问他说怎么办 怎么处理 那这东西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石盘有时候很难跟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你没有一个正确或完整的知识 能够去知道怎么样去跟 那所以呢在这个系统培训班 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完整清晰的 一个介绍跟认识怎么样 让你能够以后有独立操作的能力 当然并不可否认你还是可以去 去找一些其他的石盘群去跟跟跟单什么的 但是呢因为你有自己的系统 你就比较知道哎这个单可不可以跟 那个单可不可以跟 然后你如果跟跟丢了跟错迷路了 你怎么样能够找回回家的路 这是最重要的 那收客方式也是一样的 就是看视频及用微信群的方式同时进行 那这个是一直都有开班的一个带状班 所以呢如果兴趣的想要就是说 少走里面网路的朋友们 那可以私下来跟我联系 然后再把细节的课程内容 跟收费方式再跟大家来解释 好那我们真的也在筹备的是这个晋升的选修班 为什么因为其实有股市有很多种就是操盘做操作方法 包括你短线长线你使用的指标你使用的系统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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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有些人已经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跟知识 包括就是说如何做止损 如何进入如何买到比较低的点 然后搜索一些东西 那但是呢对于你比较喜欢的一个 操作系统的这个这个改进 比如打比方我们这个做这个股票 我们有很多是用非式系数啦 或者是用形态啦 用均线啦 波浪理论啦 甚至有一些supply demand 干事干事理论啦 就是gans theory啦 或者是k线理论 好多好多东西 那我们就是说在真的也在看见这样的需要 那我们也是在筹备 这样就是说能够把我们很优秀的这些 交易者好的一些经验能够开课 给大家能够来学习探讨跟这个促进 帮助大家交易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也在计划这个所谓的旗指的交易石盘群 那那也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以后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筹划的一个准备 那冲浪周报呢是关于各大市场 大盘指数经由各个市场的概况 然后呢也会有一个大概市场的一个观察点 然后呢这个也会在里面提供中长线各个标的 那这个的话也是正在筹划当中 那如果说你这个就是 还没有在我们的微信群或Facebook里面 那希望能够follow我们就是每周的市场的一个一个 每天甚至应该说每天的市场一个大概的走向情况 那那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这边停留几秒钟 那大家可以扫我的微信 然后呢我再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 那那个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里面 那其实都应该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帮助 那在这边也有email 那如果什么任何问题可以email跟我联系 或者是微信跟我联系 另外我们有Facebook的这个冲浪的冲浪群的这样一个 一个group 那也是一样就是把我每天 这个收盘的小节跟盘前的观察点位 都会贴在这个地方 那有兴趣的可以加入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 那希望大家下周有一个美好的一周 然后呢今天这两天有美好的一个周末 那我们下周再见 然后呢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training week 好我们下周见